比薩白滿起司烤得金黃焦脆 再放上番茄蔬菜點綴 讓人看了食指大動 第76屆加拿大餐廳博覽會 日前在多倫多以線上形式登場 雖然規模不比往年 但依舊設置100多個攤位 供民眾參觀瀏覽 歷經疫情影響 多數餐廳被迫結束營業 這次更以重建之路為主題 邀請餐飲服務學者及專家 討論轉型應對方式 還有全新科技的防疫機械 並規劃六大主題館 包含當地特色和異國餐點 希望能開拓國際市場 共同在疫情下走出新的道路 人間衛視加拿大多倫多總格報導 視聴